李强也甩锅 中部战区紧急设立前方指挥部 美国签署对华线令 外交部级的跳脚 中期抢购50亿晶片 知情者接中国红十字会黑幕 一副单价15万 俄罗斯军机密访朝鲜 美国誓言加强制裁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四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中国华北和东北的洪灾不断 各地惨象频生 中共从高层到地方当局却无所作为 导致民怨沸腾 多地的抗争此起彼伏 在这个时刻 中共总理李强终于露面了 开会贯彻当局的救灾工作 却疑似向习近平甩锅 而中共中部战区也紧急设立了一个前方联合指挥部 引发外界的猜测 目前灾区的惨状仍然在不断的被揭露 卡友伊登揭露 他老家村子一个村就没了14个人 目前抖音把这个视频也下架了 现在卓州北军馆就是为了封锁消息 因为死了太多的人 同样受灾的黑龙江发生大坝决堤 洪水从四面八方袭来 宁安市受灾最严重的尔战林场 大西屯村里生活着几百人 8月4号凌晨洪水涨起来 村民根本无处可逃 仅仅半个小时洪水就淹没了一楼 后来大西屯整个被冲霉了 全村仅有十几人存活 村民发视频求救 各级中共官僚不是急于救人 而是忙于各种摆拍 激起了民间的怒火 连自己人都忍不了了 前人民日报编委李德民怒批 河北日报造假 把2020年7月17号 江苏省乌西市豪雨中 一名年轻消防员边吃饭边打瞌睡 被拍下来的照片 当成河北抢血一线最可爱的人 李德民毫不客气地指出 河北人民在抗洪救灾 河北日报在造假 在开着空调 吹着电扇的办公室里造假 大月报号 新华社报道 李强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 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似乎想证明 中共高层们并没有休假 也没有末世洪灾 然而 央视的报道 只有播音员念稿 没有见到李强的身影 有评论说现在他可能在哪里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 应该就不言而喻了 不少人注意到 报道刻意突出了习近平的指示 称习近平多次做出重要指示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时评人士忠元认为 中共为保北京 雄安下令水库泄洪 导致突如其来的洪灾 然而 李强突然发声 称这都是习近平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的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 都透露了甩锅之意 会议还称 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 这进一步的证实 仍然有大量的灾民生死不明 但是李强应该是不想担责任 他已经交出了国务院的决策权 成了基本没有实权的总理 此时也不会愿意当替罪养 忠元认为 李强用表忠的方式甩锅 谁也挑不出毛病 何况应该也没有人指望 李强真能有多大的作为 李强还向李克强甩锅 暗示之前的水利设施建设不足 防灾能力弱 但是过去十年 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时在任 李强甩锅给李克强 也等于在甩锅给习近平 另外为了保住北京 中共要求向河北天津泄洪 8月7日下午 中共中部战区在天津大清河一线 开设前方联合指挥部 对天津方向救灾的战区陆军 天津警备区武装部队官兵 民兵力量进行联合指挥 8月8日 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长张公 分别与中部战区司令员黄明 政治委员徐德青 武装部队副司令员朱温祥一行 考察救灾工作 中共中部战区下辖领导和指挥 北京天津河北河南 山西陕西湖北的所属武装力量 地方政府与军队一把手 同时现身应对灾情 引发关注 时事评论人士岳山表示 中共军队现在宣布在天津设立前方指挥部 看来是以加强维稳为主 更多是因为之前多地的民众 阻止挖低泄洪 以及其他的抗议行动 需要派军队防范民变 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保密 掩盖大量死亡的实情 军队有火速处理尸体的机制和设施 中原分析 这个烂坛子该怎么收拾 中共高层到了北戴河 恐怕也无心休养 下属们估计也不敢乱说话 但不断质疑的气氛 应该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面对政局的动荡 军心不稳 经济凋敝 灾祸连连 对外失策 特别是专家指出 中国正在遭遇一场经济瘟疫 面临五大危机 中国经济将回到30年之前 美国政府已确保国家安全 为理由再次对中共下狠手 拜登在8月9日签署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对中共的量子运算 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敏感技术领域进行投资 中共手忙脚乱 以便提出抗议 同时中国网络巨头 抢在禁令前面 争相订购半导体大厂 英伟达的晶片 订单价格直达50亿美元 拜登9日给国会的一封信中表示 将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以应对中共等国家在军事情报 监视或网络能力等敏感技术和产业方面发展的威胁 美国官员指出 这一禁令就是要打到中共的软肋 就是要阻止高科技方面的专业知识进入大陆 这是中共最缺乏的 禁令在列出的监管受关注国家的投资当中 特别在单独的附件里 点名中国、香港和澳门 美国官员说 禁令要求许多投资都要向政府通报 同时政府也禁止对从事少数技术领域的 中国公司和实体的投资 来避免最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 而这些技术可能会给中共 带来军事和情报优势 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出面表示 中方感到非常失望 中国外交部还指责美方的真实目的 是剥夺中国发展权利 严重损害中美企业及投资者的利益 中方将密切地关注事态 维护权益等等 而金融时报9号报道 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的百度TikTok母公司 字节跳动腾讯和阿里巴巴 已经下达价值50亿美元的订单 从美国晶片制造商英伟达采购A800GPU晶片 目前这几家公司对抢购行动都对外界闭口不谈 美国官员们表示 美国这些新举措已经与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了仔细的讨论 英国和欧盟已经表示有意采取类似的行动 美林社分析 美国政府一方面看似无意与中共脱钩 但是一方面又持续扩大对晶片设备的出口限制 并延续川普时期的对中关税政策 美中这场价值观相冲突的地缘政治之争将陷得更深 中国的洪灾使中国红十字会的所作所为 再次成为重视之地 近日 北京红十字会为洪灾募捐的捐赠清单受到舆论质疑 有知情者披露 红十字会廉价采购救援物资 对外报高价 谋取暴力 一个简易的单价竟然报价15万元 一辆指挥车就报价上千万元 这位知情人士发布视频说 他曾在红十字会旗下两家公司打过工 知道一些内幕 例如 红十字会订做的简易帐篷 对外报价是3.7万元 一个简易的单价15万元以上 一辆移动指挥车上千万 他说 当时他们都震惊了 他们工资才几千块钱 不吃不喝 工作三四年 买不到一个单价 更离谱的是 一个改装的移动指挥车 成本就有20多万 改装后报价1280万元 北京红十字会的一份捐赠清单 也引发热议 其官网7月31号发布 今年7月份接收社会捐赠物资 使用明细表 显示 7月份 北京五目服装公司 捐赠了100多万元价格昂贵的服装 其中有单价288元的西服 177元的西裤 160多元的短袖T恤 短袖衬衫 接收单位为内蒙古乌兰茶布市 红十字会 用途显示是救灾救助 这家公司5月份还捐赠了单价880元的羽绒服 400元的针织衫 以及310元的T恤等 网友还发现 这家北京五目服装的法人代表是纪连婿 而北京红会的一名常务理事 正好也叫其连续 外界怀疑这两人可能是同一个人 另外 清单显示 北京红会采购的雨靴 每双均价74.5元 市面批发价只要20元 上下分离式的雨衣 每件均价74元 批发只需要34元一套 还有棉被 毛巾 毛毯 都远远地高出市场价格 网友提出三大质疑 一 是价格昂贵的西服西库 真的是用于救灾救助吗 二 为何物资都高于市场同类的价格呢 第三 为何捐赠方与北京红会成员重名 网友提报 就是用大家的捐款 采购自己的高价衣服 每期明约去捐款 有网友分析 北京市红十字会接收这批高价物资 一来可以帮助清理库存 二来可借此超额抵税 形同变相的逃税 三可以倒卖这批捐赠服装牟利 人们走吧 红十字会真的是烂透了 全国红十字会一般黑 确实是乌鸦都扎了堆了 在中俄关系 因中方因自身利益而动摇之际 俄罗斯看似正在加强和朝鲜的关系 本月初 朝鲜境内罕见的看到了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 引发了人们对朝鲜军援俄罗斯的担忧 美国国务院8月7日表示 美国决心对朝鲜协助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动作实施制裁 飞行雷达24的跟踪数据显示 7月31日 俄罗斯空军一架远程喷气式客机 伊尔62从莫斯科飞往平壤 并于8月2日返回 总部位于首尔的朝鲜新闻网站NKnews报道 卫星图像显示 这架飞机在平壤国际机场停留了36个小时 朝鲜和俄罗斯都没有就这架飞机访问平壤 公开发表评论 目前还不清楚伊尔62飞机上有谁 在此前一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带领到访的俄罗斯坊长 邵伊古参观了在平壤举行的大型武器展览 引发了人们对两国之间谋划武器交易的怀疑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此前对记者表示 邵伊古显然不是去朝鲜度假的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也认为 邵伊古的访问是为了寻求加强与朝鲜的军事合作 例如要朝鲜再次向俄罗斯出售火炮 朝鲜新闻网站NKnews报道说 分析人士推测双方可能已经达成了武器交易 平壤拥有莫斯科急需的炮弹和火箭弹 莫斯科可以将其用于在乌克兰作战的苏联时代的武器 克里姆林宫的武器库存似乎已经耗尽 在战争即将进入第二个年头的情况之下 急需增加补给 米洛在回答有关俄罗斯军用飞机秘密访问平壤的报道时 表达了美国阻止朝鲜向俄罗斯出售武器的决心 他说美方将继续实施所有制裁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